哈囉各位旗友大家好 我是GOGO先生 那麼今天要來講這個對局是講說 被穿向眼的話 該怎麼辦 我相信呢 很多旗友像這個形狀 我們先解釋一下什麼叫穿向眼 就這兩顆旗子的中間剛好有一個白旗的人 就是這裡剛好中間有一個白旗的人 這個叫做穿向眼 那被穿向眼怎麼辦 我相信很多旗友呢 每一次下到這個地方的時候都會很困惑 因為你想要把這個白旗給封住 比如說你想要這樣子包起來 把它擋住 這樣子你地盤就可以這樣圍過來啦 對不對 可是啊你從這裡包 下一手不是換你啊 是換白旗 白旗就會一直往下鑽 然後呢你在包的時候呢 他就會一直在往下鑽 然後你如果再擋住呢 這一塊是圍起來 但是 你照顧好了哥哥 這個弟弟啊 整個性命都有危險 這個根據地都沒了 對不對 好 那如果這個時候呢 你說 那我這個方向錯了 我改從另外一邊不行嗎 這樣子改從另外一邊 好 這時候啊 你照顧好了弟弟 這個有根據地啊 還不錯 對不對 你繼續走這一塊還可以圍過來 對不對 但是啊 這個哥哥這一邊呢 就沒有照顧好他的私房錢呢 就被敵人給入侵了 所以呢 穿向眼的時候啊 這裡呢常常有一個 素語就是 兄弟打架 就是哥哥跟弟弟 你如果照顧好一邊 弟弟就會受傷 你照顧好弟弟 哥哥就會受傷 這個就是 所謂的兄弟打架 好那這個在我的課程裡面呢 有講到這個 穿向眼的三個公式解法啦 那如果說呢 你想要了解更多 的話呢 你可以先到下面的這個 微期的免費影片教學裡面去了解到 你要學習的時候進步啊 需要 學會哪 哪一些 東西 OK 好那我們今天呢 也沒有辦法把三個穿向眼的公式解法全部都講出來 因為呢 這個剛好就只有一個實戰而已 然後呢 我也只能講 其中一點點 OK 好那首先呢 這個時候啊 被穿向眼的時候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走法叫做 分開處理 分開處理 什麼意思呢就是 他走他的 他走他的 好 盡量他們的旗子啊 不要在這一條線裡面 不要在這一條線裡面 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這個時候呢 你呢 想要把這一塊圍好 又想要照顧好這一個的時候啊 你可以怎麼圍 比如說你這樣子圍 這個線啊圍過來 有沒有這個其實很漂亮的圍地手法 有沒有 他剛好是這樣一個弧線這樣圍過來 這個是小飛 剛好這是大飛 可是這個地方會被穿下來 穿下來 沒關係 我們呢這個時候呢 換可以照顧弟弟 那你有沒有發現到一件事情 就是你這顆旗子原本剛剛是走在這裡 對不對 那人家走過來的時候 你在走這裡的時候 這顆旗子啊 其實不如在這邊 因為這樣子的話 白旗這裡是進不來的 你看喔 進來我就擋住 對我剛好這裡有人 那 他呢唯一能夠進來的地方就是這裡 可是這裡啊剛好被 這一步旗呢 已經計算到了 剛好擋住了 可是如果你這個旗在這裡的話 那這邊的空間就比較大 那白旗呢還可以先假裝攻擊這個黑旗 你如果先照顧好這個黑旗 比如說你這樣搬 你照顧這個黑旗 好 那接著呢 白旗再往這裡一跳 這個洞 就被穿破 就被穿破 所以呢這個時候這一個位置 走在這裡 就比較好 你看喔 如果你今天走在這裡 對不對 然後白旗再下來 那我們再走這個位置 你看他這個地方就穿不過來 他最多就是這樣子走 那你就剛好可以把他擋住 剛好把他擋住 這一個地方呢 就很順利的圍起來 這個地方呢也很順利的照顧好 那你唯一呢付出的代價就是這裡被破一點點 但是這一點點其實是可以接受的 是可以接受的 剛剛呢忘記擺到一個實戰了 實戰呢是走在這裡 然後呢白旗走這個 然後黑旗再擋 他覺得說這樣子照顧好弟弟 也可以照顧好哥哥啊 對不對 好但是啊這時候白旗依然可以鑽下來 那黑旗再擋住的時候 白旗啊依然可以鑽下來 好 那這樣子形狀其實 黑旗也沒有到非常的慘啦 就這一塊呢 還是有照顧到 可是啊你會發現到這一顆旗子啊 很貼著牆壁 然後你這個門啊 還是沒有關好 好 那我們看一下如果這顆旗子 把它移到這裡來 這感覺怎麼樣 是不是這個門就已經關好了 可是下旗的時候不能 不能偷偷一旗子啊 對不對 那所以要怎麼辦 其實我們可以用一個東西叫做手歌去分析 你看喔 我們剛剛講到的原本是走在這裡 對不對 好 那白旗呢走這個時候呢 我們呢就可以擋住 那白旗跳的時候啊 這個時候 你就不會走這裡 對不對 你會走在這裡 把這個門關好 下一手呢 可以直接衝斷 對不對 那如果白旗這樣子補 那是不是就 發生了一個像是變魔術的感覺 你把這一顆旗子移到這裡來 那就算白旗補的比較好補在這裡 那你一樣這個門是關注的 你可以這時候呢 選擇呢 繼續走這個 走這個 然後把這一塊給 跟距地給照顧好 然後呢這個哥哥的私房錢 依然還在 兄弟 和平相處 對不對 好 那這個地方剛剛 可能可能會有人說 這個時候不能直接衝斷嗎 我們看要直接衝斷會發生什麼事 叫吃 你長 對 白旗再擋下來 接下來呢 可以打到死亡線 對不對 一起走這個 白旗再打吃 好 如果你敢藏我就門封 那這個啦黑旗死掉 那這個地底 根據地沒了 整塊 性命 有危險 所以這裡啊就是為什麼我們講到了穿向眼的時候啊 有一個很重要的 公式解法就是你要分開處 那因為你分開處理了之後就不會傷害到 兩邊的旗子 一旦你這個旗子分的越開 分的越開當然你要去算這個線 那你分的越開呢 那你呢 就可以 兩邊呢都可以走到 你要的東西 OK 好 那我們呢今天的這個穿向眼的這個 其中一個公式解法呢就先到這邊 那如果說那你想要了解更多 更完整的 學習系統的話呢 你可以到下方的資訊欄 那我們呢就在裡面見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谢谢观看